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了刘盈本是夏侯雪身边的一个小丫鬟,无意间抓住了一条蛇,殊不知这并不是一条蛇,而是一条修炼了千年的硬龙,名叫魏池龙岩 魏池龙岩为报恩于是带走了刘盈,结果让与刘盈情通姐妹的夏侯雪误以为刘盈失了松 在寻找刘盈的途中,夏侯雪被狼妖袭击,最后竟意外死在了魏池龙岩的手里 为了满足刘盈的心愿,魏池龙岩于是答应刘盈救回小姐夏侯雪,并守护她三世 这样魏池龙岩一面履行着承诺,一面私下里,又守护着刘盈,一世又一世 直到第四世的顾清燕才知道魏池龙岩的存在,为救被天条惩戒的魏池龙岩 顾清燕被命格新军吸收了灵魂,最后另一半灵魂与魏池龙岩融为一体,助魏池龙岩击退了反派